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英文一本购 Lesson 5 Under the Costume 超级英雄服装底下 一本购的单字文法还有题目的解析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标题叫under something under这个字还蛮好用的 像我们之前有学过under的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是建造建构 所以这个东西还在建构下 东西还在施工当中 我们就可以under the construction 那这边under的costume 这个costume我们这一课的单字就叫做服装 这个单字是服装的意思 可以帮自己写起来 现在就可以把它记起来 服装就叫costume 要会念这个单字你才会拼得出来 costume 所以under的costume就翻译成在服装的下面 所以在这个超级英雄的服装底下 它们的真实个性 还有它们的一些不管是人的特质 都会在底下展露出来 好 那么看到在我们学习本购的37页 各位拿出来一边听一边做讲解 第一大题老师非常的推荐大家 在背完单字的时候可以考考自己 这边的vocabulary跟phrases 你可以看到英文可以知道它的中文意思吗 像你看我们这边的一本购它非常的好 它的表格呢它用这样的方式帮你做一下区隔 这一课的单字16个 它可以翻成特质方面的feature的有 像costume 服装 ability 能力 weakness 这个字 weak这个是虚弱的 字尾加上ness 就表示虚弱的名词状态 它是个名词状态 表示一个人的虚弱的地方 就是一个人的缺点 好在这两个字形容词 personal personal是私人的 那在考单字的时候除了可以考考自己这个字的中文 叫做个人 私人的之外 它的形容词 它是形容词 它可以等于我们课本上面这个字叫private private 各位可以帮自己写上去 private private 所以以后呢看到这个单字的时候就帮自己整理 personal 就等于private personal private 我们统策非常爱考就同一字嘛 所以在整理的时候平常读的时候就应该花时间下去 personal private 再来这个字normal normal这个字是指很平常很正常的 它就等于usual 国中单字 usual usual 寻常的正常的normal 好接下来这是特质的部分 再来是讲罪行的 这一颗跟罪有关的 像谋杀这件事情 murder murder 你看到音节 mur der murder murder 是指谋杀这件事情 它是个动作 murder 好再来呢cry cry这个字是名词 就是犯罪 犯罪 它的形容词呢叫criminal criminal m a l criminal criminal这个字可以当形容词是 罪行的 犯罪的 它也可以当名词就是犯罪的人 criminal 它也可以当名词 好再来呢跟情绪有关的 这一颗有个单字就叫emotion 这个字就是情绪 emotion 这个字的同义字呢 如果你有花时间去看 课本上的单字一定会看到它的同义字叫feelings feelings 各种的情绪感受 这个字的形容词加上al叫emotional emotional 好再来我们可以再看看其他的像这个我们上次月考就有这个字对不对 这个字是press而来的 press 各位可以把这个press这个字更化起来 press press这个字挤压 depress 或者是往下压 东西往下压在我们身上就是表示很沮丧的 depress 这个字当作动词是时沮丧 好 the grey the bad grey the outcome of the grey 比如说成绩的结果呢 depress 伤晚 让某人 使某人沮丧 那这个字呢 depress 自伪加上ed 表示修饰人的感受 伤晚 某个人feel 某个人感受到depress 感受到很沮丧 好再来呢 angor angor这个字是名词 是愤怒 他都会用戒系词ing 来加情绪 ing加上名词就变成副词 ing anger 表示用愤怒的方式 ing anger ing加上名词 表示副词 就是愤怒的 所以譬如说 My mom shouted My mom scored at me ing anger 我的妈妈对着我吼叫 而且她的吼叫方式 ing anger 是很愤怒的 这个重要哦 好最后这个negative 这个字 negative是负面的 很负面的意思 它是形容词 那各位还可以考考自己 对不对 请问正面的呢 诶没有错 正面的就叫做 positive positive t-i-v-e positive 所以各位你看 光是这样一个小小的表格 是不是可以复习很多单字 没有错 那这个就是你应该要做的 你在念书的时候要去做的 positive negative 好 再来我们看到跟敬重 respect protection有关的单字 respect 敬重就叫respect 你敬重某个人 好那保护呢 保护叫 protect protect 名词protection字尾加上 这是一个名词字尾 一个保护的整体的状态 好 再来呢跟童年有关的字叫 childhood child child是小孩 hood是时期 这是你儿孩时期 就是幼童时期 最后呢跟性别 性别可以写一下这个单字 叫gender gender gender这个字就是性别 那跟性别有关的 像我们有female female是女性 是指女性的 那男生呢 男生就叫male m-a-l-e 这个是男性的意思 好 那我们复习完单字之后 我们来看看例句 来第一题 好他说呢 Ted穿着 穿着什么样的服装 来帮我把中文的穿着服装 这五个字画起来 穿着什么服装的片语 叫in什么什么costume in什么什么costume 好那我们看他的例句 他说呢 我们的Ted went to somewhere Went to就是前往去哪里 to the Halloween party 他前往了Halloween Halloween是万圣节 这考不到各位 所以呢 go to Went to the Halloween party in the Super Mario's costume 他是穿着 这个in就是穿着这个中文的 相对的用法 所以他是穿着 他把自己放进去这个套装当中 对不对 你可以用这样去理解 in什么什么costume 所以 就是穿在里头 穿在这个服装里头 中文相对意思画起来 再来第二题呢 他以着什么语言而才能闻名 这个女孩以什么而闻名 来这三个字画起来也是这一课的片语 以什么什么文明 他以这个特质 以什么文明呢 在我们这里就是 Be Nound 4 Be Nound 4 这个for FOR FOR这个介细词 后面是加一个人的特色 特色叫feature 好这一课就是在介绍超级英雄他们的特色 特色中文来 名词feature F-E-A T-U-R-E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特色 超级英雄也不例外 那这个女孩也是 这个女孩是以呢 她被知道 你看 Be 动词加上 Noun P-P 叫做被知道 这女孩子被很多人知道 for 因为什么特质 因为她的Language Ability 这一题在考能力 才能 中文的才能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Ability A-B-I-L-I-T 英杰有三个 Ability Ability 好所以她是以她的Language Language叫语言 她因为她的Language ability 因为她的语言的能力 而被Noun 被很多人知道 好再来呢 她说她会说 因为她 she can she can 说语言 叫speak she can speak six different language six different languages 很好 这是小地方 这里如果考中翻译 很多人会这里六 就忘了这里要复数 对不对 好这个Language 就要加S 我们都可以透过 这样的英文中文中翻译的 不断的去训练自己的 这个英文的架构 好再来第3题 这辆机车超棒 超棒有很多 amazing good 你也可以用good就好 那机车怎么说呢 你可以用motorcycle 那这边用scooter the scooter is excellent the scooter is amazing 好这个 这摩托是超棒的 只是呢它有一个缺点 好 it only has 它只有一个缺点 缺点怎么说 缺点就是disadvantage 在我们这一课考的缺点是weak 这个字 weak是虚弱的 后面加上名词ness weakness 就是一个人的弱点 所以呢这个摩托车已经超棒了 但是它就是有个弱点 好这个弱点就要换上同一字了 来看到就要写 弱点还有另外一个单字叫disadvantage advantage vantage 很好 T-A-G-E 这样可以 disadvantage 还有另外一个字叫短处 短处呢直接翻成英文就是shortcut shortcut 它呢那个地方短短的被切的短短的叫shortcut 就是一个人的短处 这三个字都同一字哦 看到就写在一起 it only has one weakness it is too heavy 这台车呢150的对我来说150cc的非常的heavy for me 对我而言 for someone for me is too heavy 它太重 所以牵不起来 可能在牵车过程当中会被车给压倒 第四题 它很少 这个字帮我写一下 很少这个字呢是副词 在统策曾经有考过这个字哦 在句子中翻译当中 副词就是selden 很少的 他讲频率 这个人几乎呢 一年12个月他大概只有一个月 也会去讲 去谈论他甚至他不讲 他的频率非常的少 叫selden And selden 谈论呢 谈论叫talk about 谈论的中文片语哦 就是talk about something 他很少会谈论他的什么 来再来就是他的私人生活 这两个字请你把它背起来 我会喜欢你背片语 叫做personal lie personal lie 他对于他的私人生活这件事情 很少会去跟别人提哦 好那personal lie 来考自己咯 刚刚老师有补一个字叫私人的 叫pri private private 非常好 来写上去private 就是私人 所以the private lie 好他很少讲so 连接词 so we know 我们知道的很少 这个少也是副词 little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her 有关他的个人事件 他的信息 我们是little 知道的很少 然后再来第五个 对谁而言 来对 什么人来说 这里画起来 对什么人来说 对什么人而言 在中文 在英文 这是for someone 来帮我把这个for someone 画起来 for someone 就是翻译成对谁而言 这个for for the boy 对于这个小男生来说 当他的宠物死掉的时候 会觉得悲伤 这一件事情 是正常的 你看咯 我们的英文 我们中文是主词很长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主词是 当他的宠物死掉的时候 这一件事情 当宠物死掉 人会感到悲伤 这件事情 然后呢 是正常的动词 然后再加上形容词 这是我们中文的架构 主词不管多长 都可以放前面 但是在英文 不喜欢这样用 英文会写 一件事情是正常 所以你看他会先写 蓝色老师画起来的 他会用一个虚主词 告诉你 这件事情 is normal 这件事情很正常 然后真正的主词 放在后面 like to feel sad when his pet died 你看 这个主词这么长 放到后面来 真正的主词在英文当中 他反而是丢到后面去 所以to feel sad 却觉得难过 这件事情 when the pet died 当宠物死掉的时候 is normal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题呢 还可以再复习什么 正常这个字的同意字 除了有normal之外 在课本上有一个字 叫 usual usual 来写到 看到就写一次 你看这样 我们已经写了两遍 it is usual it is normal for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对某人来说 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英文当中 要留意 看到是怎么样的 要先写 是正常的 要先写 然后再把真正主词 丢在后面 这个才是真正的主词 好再来第六题 Gina刚跟朋友分手 跟谁分手 这里有个片语叫broke up with 这里有个片语 broke up with someone 和谁分开了 叫break up with someone Gina just broke up with her boyfriend 所以他对此感到沮丧 这里呢 他要考的是什么呢 这句中文他要考的是 人 感觉 人的感觉 对不对 人的感觉 我们都用ed 来修饰 对不对 好所以 she is very or she feel 来这里除了用 b动词 连缀动词之外 你还可以用连缀动词 另外一个字 叫感觉 feel 这个字也是连缀动词 所以she is very or she feels very depressed 字尾加ed 修饰人的感觉 所以she is depressed about 有关于这件事 about the break up 有关于分手这件事情 she is depressed 他是沮丧的 他是sad 他是很难过的 这样ok哈 好 再来我们看到第7题 第7题他说呢 那today 今日 today 现今 你可以用nowa days today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字哦 这个字我们在上学期有学过 nowa days 你学过的东西啊 如果你没有重复去写它 你绝对就忘了nowa days 你也可以用呢 上次学到的 least days 这些日子以来 好这个least days least这个冠词 再加上days least days 这也是翻译成 这些日子以来 近几年 后翻成最近 好 所以现在呢 nowa days least days computer for crime 这题在考 电脑犯罪 那我们可以怎么记 来电脑犯罪就是一个turn 我会把它当作一个 一个术语来背 一个专有名词 电脑犯罪其实在这几年很常见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有很多载具 对不对 我们的犯罪其实可以现在已经 深入到是数位化的 好 所以这种数位化的crime 这种数位化的犯罪行为 the computer did crime the computer crime is a big issue is a big problem 是个超级大的问题 a lot of people 很多人 a lot of 话起来 a lot of 后面可以加负数 a lot of 翻成many 好 这个a lot of 可以对many 都是有很多的意思 好 a lot of or you can say many people a lot of people 很多人会用病毒去干嘛 很多人会用什么去做什么 这一课的文法 用什么 去做什么 用就是这个字 叫use 用了什么东西 to do something to 后面加上原V 是我们这一课的文法 所以用什么去干嘛 这里要考动词 好 所以我们是use the viruses to atake 好 这里有个超级漂亮的片语 来 帮我把攻击 画起来 攻击就叫 atake 好 所以使用什么 去做什么 to 后面加原V 使用病毒 来病毒怎么说 病毒要不要 不要毁药 它是最近这几年的单字 virus virus 字尾加es 是表示复数 病毒是可以数的 一种病毒 两种病毒 virus 后面加es 复数 viruses 所以他们会使用一些viruses to atake out computer 会进到你的电脑当中 去hack hack hack 这个字就是 hack入你的电脑当中 hack入这个字 来 是写这边 hack hacker 他们会呢 专门写一些程式 那些程式就是一种病毒 to hack into your computer 攻进去 害入你的电脑当中 所以你可以用 害入你也可以用攻击 attack attack 这个字漂亮 好 再来我们看第八个单字 生气的 这个老师刚刚 是有说 来 in加上名词 in加上一个 情绪的名词 这个情绪的名词 在我们这一刻介绍到的 就是愤怒这个字 叫angor 好所以你看咯 我们呢 the band呢 他很生气的 来动词是传 他传了一个很长的讯息给谁 send something to someone 好这个给就是介绍词 to 所以呢 band send a long message 他传了一个超级长的message 讯息叫做message 上次的多译单字 band send a long message to to Jan 然后他是愤怒的哦 你看我们愤怒的就是 in加上名词 老师再用一个颜色 in加上名词 你们看 in加上名词 所以在这里哦 叫in in anger in anger 他用愤怒的方式去传 because she 因为他忘记了 forgot about forgot about their date 他们的约会 他是完全忘了 好 上次第九 我的哥哥戴口罩 戴口罩怎么说 戴口罩的 动词叫where 来原型动词写给你 w e a r where 然后我们的习座上 一本购上面这个字是过去是 where where worn 老师三太写给你 where 然后呢 wore w o r e 然后呢 他的p 来w o r n 这是我们应该果中就会 但是没有关系 现在也可以再把它重新跟上来就好 好所以动词三太 where w o r e w o r w o r 现在是 过去是 现在过去完成是 p p 好 所以my brother w o r e w o r a mask 我的哥哥呢 戴着一个口罩 他是为了干嘛 in order to protect 为了要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免于 这个是百分之百考的骗语 保护自己免于什么样的东西 骗语叫 protect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个from 就是翻译成免于 他翻译成免于怎么样 免于什么样的伤害 或者有些中文会翻译成 不要 好保护自己不要遇到后面的事情 好那各位我们都知道from是借系词 对不对 from是借系词 所以他后面呢 可以加名词 或者是ing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例句当中 各位可以检视一下 他的from后面加的是什么 the the dirty air 这个很脏的空气 它是名词 然后放在这个from的后面是ok的 所以my brother my brother wore a mask 我的哥哥呢 他戴着 他戴着一个口罩 然后是in order to 是为了要protect 保护自己 himself 然后from 免于from the dirty air 让他自己不要碰到这种脏空气 免于脏空气的伤害 好这里的保护免于很重要 叫protect from protect from 好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个 他说呢 selling 好的第10题 selling 换了一个不同的手机壳 手机壳怎么说 手机壳我们之前有学过叫做phone case 这个蛮重要的为什么 因为是你们的生活经验对不对 很多年轻人都会换 换手机就会再买一个壳 会因为喜欢的角色人物呢 去买一个壳 对不对 那个壳是你可能喜欢的漫画啊 或者是你在追的 剧当中的一些东西 这是团体 好这个壳叫做case 好所以呢selling change a different phone case 我们的selling呢 他change 什么是change change就是改变嘛 这边的改变中文是翻译成更换 好这边是翻译成更换 你看就是更换这个字其实就是英文的change这个字 有些同学会被中文给制约 想说更换是哪个字 我没有背过啊 其实更换就是改变啦 他改变了 他换了 叫change 所以selling change a different phone case 他换了一个不同的手机壳 in order to为了是干嘛呢 你看 为了 来为 来为就是in order to 为了要呢 提供 他这个昂贵手机的保护 所以是提供保护 in order to protect better protection for 好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片语 为了 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为了提供什么样的保护 在这里就是 provide better protection for something 这里是一个片语哦 provide provide better protection for 提供好的保护 对谁 好这个for翻译成对 对什么样的对象 对他的这个 expensive 对于他这个很昂贵的 手机 smartphone 如果你买了一个 Apple手机 你一定会舍不得摔到他 对不对 所以 提供一个好的保护 对谁 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片语咯 好所以提供一个 他希望能够为他的手机提供一个更好的保护 这个提供一个更好的保护叫 provide better protection provide provide是提供 如果这个字不知道 一定要强迫自己 千万不能偷懒 provide提供better 更好的 然后最后呢 protection 保护 for 对谁呢 for her expensive smartphone 对他这个昂贵的手机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呢 第11题 我小时候 小时候呢 小时候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 in my childhood in my childhood in 就是在什么时期里头 childhood 儿孩的时期 在我儿孩时期呢 我有个可爱的小毛毯 I had a lovely blanket blanket blanket就是小毛毯 小毯子 我们都有小贝贝 这个贝子就可以用这个字 叫blanket 我有个很可爱的小贝贝 in my childhood 但是这个blanket 这个blanket已经 gone 已经消失不见了 as gone gone 这个字是消失的 消失 gone 也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单字 叫disappear appear appear appear是出现 disappear就是没有出现 字尾再加上ing就变成形容词 disappearing 所以my lovely blanket is disappearing now 现在找不到它了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 这间厕所 来厕所怎么说 厕所就叫toilet toilet toilet 那我们在厕所后面如果再加一个pepper p-a-p-e-r p-a-p-e-r 各位请问一下你会怎么翻 厕所的纸就叫做卫生纸 我们的卫生纸 卫生间使用的paper 就叫toilet paper 所以可以一直看 我们可以一直做延伸 一直不断的把自己呢 以前学过的东西去做连结 好 所以厕所叫toilet 那我们的toilet paper 就是厕所的卫生纸 好 那还可以帮自己写公共厕所呢 如果这一题老师改成这间 公共厕所 公共的 请问公共的你会用哪个单字 公共 没有错 就是公开那个字嘛 public public 好 所以你可以帮自己多写上去哦 the public toilet 这一间公共厕所 It's only for 专门给谁的呢 对象是females 是给女性朋友的 女性行动词是female 这个字也可以当作名词 当名词就是可数的 一个女性两个女性 复数可以加s 所以men men are not allowed to use it 我们的男性朋友们 you are not 你们是没有被 allowed的 被允许的哦 allow这个字 A-L-O-W allow这个字动词叫允许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他这边加了ed表示是被动 老师写错字了 allow的是允 允许 好 字尾加ed是变成pp 这是一个被动语泰 p 然后逼动词 逼动词加pp就是被允许 对 看到逼动词飞到pp的时候就要自动跳出来 它有被动的意思 所以man man也可以换成哪个字 你可以换成males m-e-m-a-l-e males 然后加s 就是males 很多男人们 男人们 男士们 are not allowed to use it 是没有办法使用他的 好 再来看到下一题 十三团队团队的领导者 叫latin leader latin leader 这些latin leaders 我们这些团队的领导者 他努力工作 叫work hard 他很努力工作 他的动词1 然后因为工作很努力 所以他赢得了earn h-e-a-r-n 这个动词earn 字尾加ed 因为是过去式 你看这里ed也是过去式 有两个动词过去式 所以他work hard and earn 他得到了尊敬 这题的尊敬叫respect earn the respect of the whole team 他赢得了整个团队的 整个团队叫who who 这个字是全部的 会翻译成整个的 好 这个整个的 叫做who 这是我们上次的单字 它不是新的单字 整个 所以整个团队呢 他都earn the respect 他得到了respect 得到了尊敬 earn the respect of earn the respect of 这里可以把它画起来 当作片语 earn the respect 试一下 earn the respect of something 很重要的片语 赢得了整个团队的 赢得了什么的尊敬 赢得了什么的尊敬 就可以用这几个字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 第14题 他说呢 Mike不擅长 来各位 擅长叫be good at 不擅长就只多了一个字 not 对不对 be not good at be not good at 就表示不擅长 Mike is not good at hiding 他是一个不擅长hide 把自己的情绪 给他hide的起来 hide e这个字有长的意思 有躲的意思 他是一个不擅长把自己的情绪给躲起来 尝起来的人 Mike is not good at hiding his emotion 情绪 emotions 情绪有各种 喜怒哀乐 所以他在这边是当作复述 科数 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单字叫feelings feelings 所以Mike is not good at hiding his feelings hiding his emotions everyone knows 每一个人 来这个是单数的主词 每个人是单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动词用什么 动词用单数 动词也是单数 所以everyone knows he is he is happy or he is happy 大家都可以知道他像是开心还是快乐 是藏不住感受的人 好再来下一题 假如我们能够满足 满足情感上的需求 这里有个满足需求 帮我画起来 满足需求的中文叫meet the needs 你看这几个字 有没有很相对应 对不对 if we can meet 我们可以符合 我们可以满足 这个字就是满足 如果我们可以满足到自己的情感上的 形容词情感上的叫emotional emotional字为加上al if we can meet our emotional needs 我们可以去满足自己的情感上的需求 我们就能够过上 we can 过上 过上就是领导 lead 我们就可以lead a happier life 我们可以过一个怎样的生活 a happier life 我们可以去引导自己 能够去抒发自己的情感 我们就不会被别人牵着走 我们是可以lead 我们可以牵着自己的感受 你看他这边lead有引导 对不对 我们是可以去引导主宰 lead 去牵 去lead 去引导 牵引 我们可以牵着引导着自己 a happier 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因为我们的情绪是主宰在自己的手上 好 再来呢 晚睡对人的身体是有负面的影响哦 这个是这个片语 影响怎么说 影响在上次才考 而且手写单字好多人都错这个字 影响叫effect effect叫影响 它的形容词就是effective 字尾加上ive 这个字就变成形容词就是有效的 这个字如果当行动词就是有影响的 有效的 那时候我们在课 月考的时候有考一个字就是 希望政府能够想出一个effective way 政府能够有作为 想出一个find out effective way 一个有效的方法 所以名词就是effect 在这边影响 好 那有影响怎么说呢 来把它当作重要化起来 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在谁身上 这个是百分之百考的 有影响 叫have effect on something or someone 所以going to bed very late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上床睡觉 上很晚的人 看一下哦 老师这里是一个动名词哦 ing 动名词当主词 动词用单数 有没有看到 你看有好多好多细节 我们在一个例句当中可以复习到 好多文法 主词是动名词 动词用单数 好所以上床睡觉很晚这件事情 has a negative 有个负面的影响 在the human body 人类的身体上 好接下来我们待会来看看这边的中文翻译